現在眼前啦 香腸瀑布呢 就連謝龍介都被眼前的香腸瀑布 嚇得一愣一愣 買包子送國旗 買包子送國旗 不只香腸瀑布 韓國瑜造勢場外超過百家攤販 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稀奇 只要國瑜夜市一出現 從空拍來看都非常壯觀 而這樣的景象即將再現 韓國瑜的就職典禮呢 他已經證實就會辦在愛河 而且呢會舉辦一個河畔音樂會 已經有非常多攤販春春日董 而且呢就會在愛河的兩畔 再次出現國瑜夜市 那一天在孟十丹那邊封路的話 他應該還是會搭在這一邊 一點都不誇張 距離韓國瑜上任 還有將近一個月 已經有攤販相揪來河畔場刊 一定要卡個好位置 無法言語的形容 因為太熱血了 孟十丹那一場 大家都前一個禮拜都開始去化位了 我就是有遇到賣正版的一個 大哥的封山那一場的話 他賣24萬 跟著兔子真的有錢賺 看看因為被開罰單 加上翻轉招牌爆紅的杏仁哥 就算平日攤販前都出現排隊人潮 甚至還有台南攤粉特別來朝聖 這道菜套啊 對啊 那因為很簡單 我也是韓粉 來趕快看一下 真的是韓粉 一次我們選前之夜賺了那麼多 大家都是迫不及待說 還可以攤販啊 大家都是要充氣啊 我只接這些電話 我就接到頭上疼了 貪犯期待韓市長就職當天勢必吸引更多人 朝國瑜夜市即將在愛河畔再度開張 貪犯們準備發大財 借皇家為王暖宇高雄報道